第四季節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了 剛才已說了 沒所謂的 好事就行了 所以是人心 人心好沒有? 好事 狗也行 人心也行 沒所謂的 要跟他 水仙呢 水仙代表甚麼? 吉慶祥和 我們過年一定會浸完水仙 這個水仙 好了 粟米 粟米有多粒 代表甚麼?多子 粟米多子 粟米 多子 這個是甚麼? 粟米 包粟是屬於多子 多子 好了 我們兩個瓜 大的叫瓜 小的叫跌 瓜跌而免 這個瓜跌 瓜跌 藤冷瓜瓜冷藤 瓜跌而免 這個 大瓜小瓜 加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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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甚麼都齊 是否有很多東西 甚麼好椅頭都有 這是這個原因 這裏厲害 這裏 這裏一對 大蘿蔔 細蘿蔔 青瓜 細青瓜 虎瓜 虎瓜 很多 毛瓜 毛瓜 都有大小大小 總之瓜跌 就是瓜跌 大的 小的蓮藕 小的蓮藕 大的青瓜小的毛瓜 大的竹筍小的竹筍 大葫蘆小的葫蘆 是否大小 這些都是瓜跌 這些就是 那裏就是 我們那裏五小隻 就擺在那些早鮮位 我們供奉 因為你擺個瓜 擺一擺就會爛 整個這樣去到便很美 那麽大隻 我買的時候最便宜的 就是七蜜三十元 最貴二百十元 這裏是我的珍藏 有很多錢在那裏 二百十元 那裏算了 過千元在那裏 好了 這裏是什麽呢 石榴 石榴湯有很多粒 就是多子 這個佛手 火仇 火就代表多福 多福 多子 多福 好了 這佛手是什麽 福 這裏是什麽 福 這裏是什麽 都是福 怕它不夠福 於是你減上去 就很多福 這裏是佛手 佛手 佛手 那裏是什麽 土呢 土的長壽 還未說 是 這裏是土 土的長壽 瘦肚 瘦肚 佛手 土 和石榴 代表三多 多福 多壽 多男子 石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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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這樣的石榴 是這樣的 這是我家裏的棵樹 我家裏的棵樹 我家裏的棵樹 至於鹿柚呢 鹿柚 鹿柚是另一件事 鹿柚 金黃 金黃很大 以前沒有人做吉祥圖案 現在我們做吉祥圖案 台灣那邊多了 我見到佛手 福 土壽 這個子 這個叫三多 你不懂 看這張 多福 多壽 多壽 多男子 色多瓜 多福 多壽 多男子 這個是三多圖 石榴 這個 這個三多圖 加上九條魚 叫三多九月 苦瓜 苦瓜 為什麼叫苦瓜 我們現在叫苦瓜 苦瓜是金的 如果我們小時候 或者年輕時 不吃苦瓜 以前叫苦瓜 你不吃的 你還是很有童心 當你吃苦瓜 你會發現人生是金的 是金的 所以苦瓜為什麼 是金而多子 當你吃苦瓜 你已經大過了 大過 打給投家 投家是金 所以苦瓜是金而多子 所以亦都是代表什麼 代表子字的意思 代表子字 好了 苦瓜 不夠 當然有老鼠 又有老鼠 多子 對 好了 好 好 好似這些 博古很多的水果 很多的水果 因為現在輸出來了 所以我叫桃李滿門 桃李滿門 這個 平山近藤 菠蘿也是 金黃 多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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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 多大的菠蘿 剛才看到青蛙 現在是菠蘿 菠蘿 菠蘿 好 天下廟 下次評測看看這件事 對 巴椒 現在經常見老鼠 巴椒是八寶之一 八寶 八寶 八寶是十幾樣東西 十幾樣東西 選八樣出來 就叫八寶 出盡八寶 這是巴椒 很多的 蟲白浪 又見到巴椒 剛才是金蟾 叫巴椒 這是巴椒 又見到巴椒 很多的 你不過的話 一滾就很多了 好了 這個就是馬灣方圓書室 現在有一個活化的地方 我們見到這個 就是齒花 臨齒的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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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想到 臨齒的頂 看上去 齒花 就是這樣 因為臨齒的 這就是齒花 齒什麼 四四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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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這個就是齒花 只好簡單 四飯 四飯 這個如意 是尖的 事事如意 一早就叫做事事如意 對不對 OK 這個一樣 這個是齒 這個是定的 我們當作是一個如意頭 這個就是事事如意 這個用來裝 這個五呆過 我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這個在家裡 不知道我們裝了 不知道我做甚麼 這個五呆過 買的時候八多元 一個很漂亮的 涉自如意 一個盒 好似木 好似木 做的 好漂亮的 好了 黎智 黎智 是靈靈利 靈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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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急著 你下班 是 好了 好了 看到這些龍眼 龍眼 這些是黎智 不是龍眼 好 好了 一樣 這個是靈國 靈國的靈 這個例子的靈 靈靈利 靈靈利 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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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土 楊土 是從外國過來的 但是我們給它 叫甚麼 喜喜揚揚 這張東西很有趣 我們見到 這個楊土 柔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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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 這隻是甚麼 我不知道 好像是海狗 這是蠔魚 記得嗎 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貓 還是蠔蠔 最有趣的是甚麼 有蝙蝠 看到蝙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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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雙眼 有趣嗎 我喜歡它 很英俊 柔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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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 是蝙蝠 有啊有啊 就是這樣 這個 這個分流天后面 這個真的很遠 整個五個小時去 這兩個 我也不知道 應該是獅子 有啊有啊 是海獅 應該是獅子 應該是獅子 有啊有 羊土啊 土啊 蠔魚啊 這個龍啊 這個蝙蝠啊 這個獅子 有啊有 就是這樣 這個應該是土 應該是土來的 應該是土來的 是 就是這樣 綠色 一浸一浸越後越後越後 是 等一下告訴你 還有一些很有趣的 這個 好了我第二張看了 好了 菩提子 一秋二冷 菩提子 菩提子 這個了 代表多子 這個也是菩提子 這個是灰雕來的 這些西洋式的菩提子 這個是 好了 就是菩提子 通常菩提子一定有老鼠的 一定有老鼠的 無例子 好了 好了 梅蘭谷宗 有一次我去到這個吉澳 黨中有梅蘭谷宗 有個導賞員說 各位好東西 今天一台花 自摸爆棚 哇我幾生氣啊 我們那個四君子 梅花越凍越開的 梅花代表露雪 越凍越開 人呢 失意的時候一定要拼命 還要勤力 蘭花就是輕香低調 而菊花呢 百花殘它才開的 竹呢 正直 中間空 特別謙虛 有節 有氣節 所以這叫四君子 四君子 好了 梅蘭谷宗 哪裡來的呢 大夫弟 我替我擺個姿勢給他拍出來的 梅蘭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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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茉花四胖 tiro五胖 蘭花 aquele花可以在頂上面的 還可以在頂上面的 我都強調一下 然後就做竹 就如我自己講 既是四君子 竹布平安 莞花就是河花 因為呢 在佛教講 莞花就是我們說的 鲜華世界西方 它叫小學連花 所有的佛都是坐在蓮台之上 所以蓮花是一種好 而我們俗人說蓮花有蓮蓬有蓮藕 有子有藕一籌加 所以都是一種象徵 還有我們經常過年吃什麼蓮子 就是蓮生貴子的意思 無論我在佛家角度講 我在人家角度講 都是一種好東西來的 蓮即是河 好了 多少蓮花 這個大蓮花 下面有嘔吐 知道哪裡來的 又不知道 大夫弟 大夫弟 看到大屁嘔吐嗎 是不是有趣 嘔吐 佛首 羊肚 這些 蓮花 有蓮蓬有蓮子 這個就是一個很漂亮的一早夜 大夫弟那裏 代表 好了 一樣是蓮花 如果加了露就一路蓮花 一路蓮花 一路蓮花 很漂亮的 我們見到蓮花 有兩隻寶鴨在這裏 寶鴨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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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地方我們叫做班符 金字頂那斜 就是班符 為什麼呢 當建了房子之後 通常有人不住 有很多烏鑄進去住了 當時這間屋 老班師傅在這間屋 都不難倖免 人家跟師母投訴 師傅這間屋 竟然有些烏鑄進去住了 怎麼可以 於是師母就跟我的烏鑄說 為什麼這間屋 明知是我老公建的 你都不給面子 那些鬼說 我不知道 知道我不進來住了 所以從何開始 逢生老班師傅在這間屋 他在地下 撿黃桿草 在那裏吐兩吐去 有個符號 這間屋就是我老公 老班師傅建的 就麻煩你不要進去 所以就有個叫班符 這間屋出來了 老班師傅的符號 就叫班符 班符的特點就是 沒有一定的形狀 沒有一定的顏色 但是一樣 是不會斷的 不會斷的 這個就是蓮花的班符 蓮花的班符 這個 好了 圈草 即是我們吃一些金針 文言的金針 圈草 因為以前 當年女人一驟嬰兒 她就很辛苦 她就會用金針花放在蓮前 第一就是忘憂 歐子很辛苦 第二就是保證三拿 生藍丁 所謂的就是圈草 所以我們叫媽媽叫做圈 叫做莊 莊圈在堂那枝 圈草 叫忘憂草 圈草的特點就是 好像蘭花 但那些花開在整個一斤裡 蘭花開在頂上 它開在整支圈草 還有金黃色的 金黃色 是吧 這些圈草 蘭花開在頂上 圈草 這張東西很厲害 有蝴蝶 紡織梁 這些很多甲蟲 這些圈草 好了 這是甚麼 圈草 蘭花開在頂上的圈草 代表忘憂 代表生兒子 代表生兒子 多次我和我們一班人 去了梅州旅行 晚上找地方宵夜 發覺一間餐廳 非常利益的三代家傳 其實就是這件事 我見到圈草解憂茶 剛才我說圈草是忘憂 這間餐廳一定不會騙我 因為他這麼有學問 知道圈草是解憂的 所以我們就去光顧他 但我沒有喝這杯 我喝這杯 即是說 特地告訴你 其實他們這些都知道 圈草是解憂的 圈草叫忘憂草 圈草解憂茶 就是這樣解釋了 這張圈草是清出來的 草呢 就是 我們不知道什麼名字 草呢 這些叫做萬草 萬草是不斷的 即是萬代的意思 就是不斷的 子村萬代的意思 萬草 這個 不萬草 這些 這些都是萬草 不過這些呢 我們就是西方的 我們叫做樂可可 樂可可式的裝飾 都是萬草 都是不斷的 這個大夫弟 很有趣 都是萬草 都是萬草 這些 好 食蔥 為什麼 聰明 廣告看得多 不用我講 食蔥聰明 好 賣單 富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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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單很美 真的很美 賣單富貴 好了 這些都是賣單 這些賣單 我們完全沒有斷的 草就叫做萬草 花就叫做前枝 前枝 賣單 賣單花就叫做賣單前枝 什麼花就叫什麼花 前枝 這些不斷就叫做前枝 這些是賣單來的 是不是前著 是吧 這些就叫做賣單前枝 玩前枝 是的 這些都是前枝 這些是蝴蝶 一直沈上去 沒有理會 這也是我家的好東西 過六人錢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 這是豉油碟 因為逢有顏色的東西 當時含原諒過高 就不讓我裝它吃 於是那些過高師 扔出來 鑒平鑒地買它 我鑒平鑒地買它 過六人錢一隻 現在又貴了 找不到 找不到 找不到一個很漂亮的碟 很漂亮吧 現在不捨得我裝豉油 很漂亮的一個 好了 寶相花就是 通常是紫 紫和廟 廟就是拜神 紫是禮佛 寶相花就是佛 在佛子裏面 是一種長眉花 但是沒有那個定型 即是它有像長眉 有蓮花 有菊花 很多樣東西 總之你自己夾同一樣 代表吉祥的意思 這個就是 智蓮靜院的 這個寶相花是什麼 是蓮花多些 蓮花多些 蓮花多些 太陽花多些 太陽花多些 這個 什麼花都不像 什麼花都像 這個就是 冬年國縣那個 地下 這個是寶相花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我家裏的寶相花 這個是訪堂 這個 很漂亮 這個 五大隻 因為那個 這個是一個唐三彩的 仿製品 這個是我在高雄買的 因為那裡在高雄回來 坐飛機回來等飛機 等飛機 一等飛機就行商場 行商場 就有個歷史博物館 感受博物館 就有個小買部 出事了 這個是七百多元 新來買 新來買 很便宜的 買回去 就放在這裏 這個就是訪堂的 唐三彩的 一個寶相花 這個 好了 有花還是有葉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這些就是那些葡萄葉 如果我們有機會 我們去這個 這個韶關南華寺 一定買一塊書籤回來的 書籤就是這些 為什麼呢 因為菩提樹得道 所以這些樹 代表什麼 聰明 買回去給小朋友 做書籤 就聰明來了 這個就是葡萄葉 聰明之意 同樣 我們又看到一樣 這些 松樹 又代表長壽 長壽 這些長壽 松學下令 松樹 松學下令 松樹 代表長壽 竹筍代表什麼 節節高 雨後春筍 意思 竹代表什麼呢 是竹部平安 這個 如果一幅四在一起 就叫做四君子 就是梅蘭谷竹 只竹呢 這個就是我們叫竹部平安 對了 剛才我們見到那些茅丹 前枝 這些不像什麼花 我們都叫前枝 這些不像什麼花 這些 都屬於我們叫前枝 前枝 這些個個 我們叫門頭 一塊塊葉 這些葉我們叫背葉 以前沒有紙的時候 背葉寫經 寫佛經 我們有這麼多葉佛經 是不是佛佛庇佑我們 就是這樣解的 這些叫背葉經 吉祥的意思 現在很多見到有這些